这些听上去是不是很完美 然而根据进化理论 生物进化更多的是为了物种的繁衍 而不是为了个体的健康长寿 那人类当然也不例外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 为了实现种族繁盛 也给个体带来很多困扰 人体进化的故事 有时候也会变成人体进化的事故 比如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智齿的问题 随着饮食条件的改善 人类对食物取决的要求降低了 人脸的下颌骨开始逐渐缩小 而人的牙齿的数量却没有减少 所以很多人长智齿才会如此痛苦 再比如说 因为人类要更好的发生 在进化的时候 气管和食管中的一段合并在了一起 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 这个结构也是其他动物都没有的 但这也是人类在吃饭喝水的时候说话 容易被呛着或者噎着的原因 而且人被噎死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根据统计 在美国因噎着死排意外死亡的第四位 所以说 进化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人类的进化也是如此 不过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 冲击量只能说是小事故 它们都是人类的生理缺险 还不能称之为疾病 到了农业和工业社会 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 发生了重大改变 从而遭遇了更多的进化相关的疾病 作者称它们是适配性疾病 下面我们就来说第二个问题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的 又给人类带来了哪些适配性疾病 作者在这里讲的适配性疾病 又叫做进化不良 简单说就是 人类身体的进化 跟不上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变化 所引发的一系列疾病 你想啊 人类的祖先从六百万年以前 进化到一万年以前 它基本进化成了我们现代人的样子 这一过程进行的十分缓慢 它们的生存环境 也大多是在丛林之中 变化不大 进化可以更从容地进行 但是从一万年以前的 新时期时代到现在 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 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但身体进化的却依然很缓慢 没有办法适应环境的剧烈变化 才引起了适配性疾病 比如说大约在一万年以前 人类进入了新时期时代 原始人类放弃了采集 狩猎的生活 开始驯化植物和动物 种起了水稻 小麦 玉米 养起了牛羊猪等等 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农业社会也真正到来了 表面上看 人类的生活变得安定富足 他们不用在森林里面奔波游荡 可以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屋 在村子里或者是在村子附近 开着农业生产 但是由于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变 大量适配性疾病也伺机来袭 农业社会的第一类适配性疾病 就是各类微量元素缺乏症 在原始采集狩猎社会中 我们的祖先什么都吃 营养非常均衡 而到了农业社会 人类的主食变成了像小麦 水稻和玉米这样的 这些食物的特点是 比较容易大量种植 热量丰富 易于长期储存 但是缺点是营养单一 主要成分是淀粉和蛋白质 缺乏很多微量元素 这就会导致微量元素缺乏症 你比如说缺乏维生素C 可能会导致坏血症 缺乏维生素B3 容易得超皮病 缺乏维生素B1 可能会患角气病 缺乏铁元素 可能会导致甲状腺肿大 缺乏铁元素容易贫血 等等等等 如果说各类微量元素缺乏症 是由于人们的 饮食结构改变造成的 那么农业社会的第二类 失培性疾病 那就是由居住环境变化引起的 就是各类烈性传染病 在原始采集狩猎社会中 人们通常是分散居住在森林里 即便是个别人染伤了传染病 但是人口密度很低 也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流行 到了农业社会 人们集中居住在村庄 城镇里面 人口密度就变大了 排泄物 废弃物 也得不到很好的处理 然后再加上 老鼠 苍蝇 蚊子 这些动物的协助 你像结合病 麻风病 鼠疫 天花 这些烈性传染病 就很容易在村庄和城镇里面流行 并且随着人员 货物的往来 传播到更多的村庄 所以在作者看来 农业社会 比起原始采集狩猎社会 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 反而是下降的 这个和人类简史的作者 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 历史的车轮是一路向前的 人类最终还是来到了工业社会 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 算到今天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 也只有短短的300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当中 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你比如说 随着医学的发展 农业社会的两类适配性疾病 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和控制 人们依靠补充微量元素 就可以很好的治疗微量元素缺乏症 通过注射疫苗 加上青霉素这些抗生素的药物 也有效地控制了 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 但是在工业时代 适配性疾病总体上并没有减少 而是发展出了更多的花样 作者在书里面列举了40多种 工业社会的适配性疾病 我重点跟你说一说 其中比较常见 影响也比较大的几种 第一种适配性疾病是取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蛀牙 这个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 其实在原始社会 人类蛀牙是很罕见的 到了农业社会 随着人们大量地去吃含淀粉和糖的食物 取齿开始逐步流行起来了 到了工业社会 人类开始吃大量的糖 吃各种各样的甜食 喝各种甜饮料 取齿彻底大爆发了 根据统计 现在世界上有大约25亿人 正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取齿困扰 如果不是因为人类有刷牙的习惯 这数字很可能会翻翻 过量的摄入糖不仅会引发取齿 还会引发第二种工业社会的适配性疾病 二型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又称为成人发病型糖尿病 而且长期高糖的饮食 是二型糖尿病的最快祸首 一线分泌的胰岛素 是人类唯一可以降低血糖的激素 它可以保证人体的血糖含量相对稳定 而摄入太多的糖会引起血糖的持续升高 长期血糖过高 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能力下降 一旦胰线分泌胰岛素出现了问题 血糖的浓度就没有办法降低了 就有可能慢慢的引发多器官的病变 除了二型糖尿病 你像高血压 高血脂 过度肥胖 心脏病这些 同样是由于长期摄入高糖 高脂肪的食物造成的 工业社会的第三种适配性疾病 那就是各类慢性颈椎和腰椎疾病 现在人类也不需要再去森林里面狩猎 也不需要长期在田间劳作 很多人每天就是 长时间地保持一个姿势 坐在舒适的办公桌前 对着电脑办公 一到家就斜靠在舒适的床上玩手机 但是这种行为恰恰是造成 各种慢性颈椎腰椎疾病高发的原因 直立行走本来就会对颈椎和腰椎造成压迫 而咱们平日里又在一个姿势下保持太长的时间 受到某个方向力的持续压迫 脊椎自然而然的就会容易出现问题 和慢性颈椎腰椎疾病类似的适配性疾病 还有近视 它也主要是由于青少年 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看书学习造成的 除了生理上的疾病 工业社会另外一种适配性疾病 是抑郁等各类由压力引起的心理疾病 人类的心理已经适应了长期在丛林里面 无忧无虑没有压力的自由生活 他们没有强大的工作压力 能够找到吃的就行了 身边接触到的也只是族群当中相对固定的人 人际关系也相对简单 而在现代社会中 来自工作生活 人际关系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情 面对各种各样的人 而人类还没有进化出适应心理压力的身体机制 那自然也会像生理上的不适应一样 表现出心理上的不适应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疾病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工业社会的各种适配性疾病 它们都是由于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引起的 而人体在短时间内还没有进化出应对这些改变的机制 比如我们吃了大量的糖 身体还没有进化出应对高血糖的能力 从而引起取齿和二型糖尿病 人类的脊柱也没有进化得足够坚固 来应对长时间固定的身体姿态 我们的心理也没有进化到足够坚强 来抗击各种外在压力 所以你看 适配性疾病是人类健康的巨大威胁 并给我们的身心带来许多痛苦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和治疗这些适配性疾病 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 作者给了我们三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 不要贪图舒适和新奇 人类有贪图舒适和猎奇的倾向 这个很正常 我们前面讲到 久坐舒适的椅子 睡柔软的床铺 会导致我们的慢性脊椎疾病 实际上作者还指出 许多舒适的鞋子 也会带来慢性的关节问题 我们的祖先在进行采集和狩猎的时候 并没有穿鞋子 人类的脚也早就进化地习惯了这种方式 在你光着脚跑的时候 通常是前脚掌先着地 但是舒服的鞋子 都会把脚跟的部分设计得弹性十足 所以当我们穿着鞋子跑步的时候 往往会脚跟先着地 这样感觉虽然舒服 但是却无形当中改变了 怀关节等人体关节的受力方式 这就很容易产生各种慢性关节疾病 所以我们不能过度地贪图舒适 比如说舒适的椅子不要久坐 柔软的床不要少睡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肯定要穿鞋 但是要选择那些有利于关节健康 更符合人体力学结构的鞋子 我们再来说说新奇 好奇是人类的天性 但要注意适度 比如说高跟鞋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 因为它能够凸显女性高挑的身材 很快风靡全球 但是长期穿高跟鞋 对女性的骨骼健康非常不利 其实我们只要进行理性思考 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高跟鞋当然可以穿 但绝不适合长期穿 再比如说 孩子们都会被五颜六色的糖果 冒着气泡的碳酸饮料 散发着香甜气味的雪糕所吸引 大多数也是因为新奇 这种食物饮料偶尔吃一次喝一次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长期大量吃喝 就会成为我们健康的重大隐患 第二点建议 就是要注意能量的收支平衡 和原始社会的人类相比 我们现在吃得更好了 但是运动却少了 所以肥胖率增加了 大量摄入糖类脂肪 让能量在我们体内大量盈余 从而引发了前面提到的 二型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心脏病等 适配性疾病 我们要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那就得注意身体能量的收支平衡 简单说就是 管住嘴迈开腿 通过调整饮食结构 适当运动 就能够预防很多适配性疾病 而且对这些疾病的治疗 也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第三点建议就是 要给自己的身心适当的压力 我们前面提到了许多心理疾病 是因为外界压力造成的 其实还有一些生理疾病 也是由于对压力的不适应引起的 比如说过敏症 过敏症是因为我们身体 对外界异物的过激反应所引起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过激反应呢 作者认为 这多半是由于幼年时的免疫系统 没有对这些异物建立合适的反应机制 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健康过分保护 恨不得让他们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 但是幼年的时候 如果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免疫系统和应激机制 孩子今后面对很多疾病的时候 就可能不堪一击 所以作者告诫我们 脏一点累一点没有问题 我们需要来自外界适度的压力 这即包括外界环境带来的生理上的压力 也包括面对一些复杂问题 带来的心理上的压力 比如正常情况 你每天可以处理五件工作 现在你尝试每天给自己适度的压力 每天多处理一两件工作 这样既能给自己适度的压力 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逐步提高我们的抗压能力 以上就是作者给我们的三条 远离适配性疾病建议 那就是不要贪图舒适和心奇 要注意能量的收支平衡 要给自己的身心适当的压力 最后 作为一名专业的进化生物学教授 作者也对解决这些适配性疾病的医学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那就是从进化的角度出发 寻找新的治疗方法 研究发现 我们前面提到的二型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心脏病 以及癌症这些适配性疾病 并不会光顾所有人 一些人已经进化出了对抗这些疾病的机制 并反映在他们的基因里面 所以作者就建议 那就研究这些相关的机制 并且用基因疗法 在广大人群当中推广 这将会是永久解决 适配性疾病最有效的手段 比如说目前基因疗法 已经被运用到 β地中海贫血症的治疗当中 β地中海贫血症 是由于HBB的基因异常所引起的 每年患病的人数会有10万 医生通过对病人骨髓干细胞当中的 HBB基因进行改造 然后在输入患者的血液中 从而取得了不错的疗效 我们再来简单地总结一下全书的内容 从源到人 人类因为环境的改变 而逐步发生身体上的变化 从而逐步成为世界的主宰 而到了近代 因为进化的速度 跟不上环境的改变 产生了大量适配性疾病 所以我们要用进化的观点 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 才能够真正地对症下药 远离疾病的威胁 好 人体的故事就为你解读到这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下一本好书 与你相会